一趟梦幻的迪士尼假期背后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根据最新调查 一趟迪士尼乐园的旅行 造成美国54%的家庭负债 平均负债金额甚至达到1183美元 换算成台币超过6万元 但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并不少见 超过7成的美国迁徙世代 还有6成5的Z世代都表示 今年出门度假的时间将会比去年还要长 而且将近5成的迁徙世代 超过4成的Z世代 甚至愿意付债来换取一趟下去旅行 就像分析师说的 砸下大把银子去度美好的夏日假期 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假期预算破表 卡债逼人可就得不偿失 相比于让人倒吸一口气的高额卡债利率 在美国有不少人会选择动用个人信贷 或是跟家人借钱 来完成假期计划 因此也会更精打细算 但在家旅行的规划 专家讨家认为 如果真的没有预算出门旅行 如果真的没有预算出门旅行 区别新闻 组合报道